好 谢谢沈老师和张老师的精彩报告 下面有请刘国恩教授点评10分钟 谢谢 国恩打开你的话筒 要静音吗 听得见吗 可以 很好 听得见了 好 来 能听见吗 听见 请讲 OK 好 这个刚才听到他们两位的这个presentation 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 我们这个国内的学者能够用空间模型 来对这个新冠疫情早期的 这个就2月份的那个时候 人口流动 然后进行这个疾病 疫情传播的一个反事实的这个推演 我觉得这是很值得肯定的啊 因为时间关系呢 我就讲几个 我认为你们这个研究可以在接下来 如何更好去完善和拓展的地方 那当然第一个问题可能要注意的就是 你们使用的是百度人口千亿这个一千一百个城市 其实前不久在6月份的时候 哈佛大学那个Chattie教授做了一个特别有影响的 用美国也是几个私人企业 这个收集的那个real world data 那他们在President他们这个结果之前 都用这个Chattie他们一个团队是把这个 他们从那个私人公司那儿获得这个数据 做了一个关于人口分布的情况 和这个美国国家公布的官方的那个 过去这个在不同的月份里边的数据的一个变化情况 从而是让自己以及以后自己的这个 你们这个研究的audience能够trust 你这个一百个城市这个样本是能够作为一个 很有代表性的样本来做这个模型的体验 这一步是不能不能缺失的 他们事实上花了相当大力气来来为自己建立这个 就是这个这个他这个这个样本和官方的这个 统计数据之间的这个这个代表性 这个是你们我觉得下来还要去做的 你用了前一百个城市样本吗 那你们得到的结果呢当然不能吃惊 因为最最主要的一个powerful 那个independent variable是这个城市过去的感染人数 你来做那个下一期的这个感染人数 当然它是一个时间序的模型 这个结果是完全符合那个符合预期的 那我也注意到你们推演出来的平均这个一个人感染以后 能够传给另外能够传给大概是5点几个人 这个结果呢是基于厌本城市的这个人口 因为7.84万人我首先不知道它是它是一个局部均衡的 一个结果呢还是一个全这个全部就换句话说 这个7.84万人是已经做过了所有的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multi-runs这个跌代了以后 是的最终是7.84万人呢 还是一个有限的跌代的一个人数 如果这是一个最终跌代的一个就是全部跌代以后 会在这100100个城市会多这个稍 这个这个减少了7.84万人的话 那你就应该把它推演到全国去 如果推演到全国去你会得到一个数字 为什么要这个数字呢 因为我们最后这个研究是要的评估这个封城政策的 我我我我我因为我我前天看了一个这个 这个芝加哥大学三位顶级经济学家 像这个Mulligan Kevin Murphy和Robert Topel 他们做的一个研究 他就说他们就说如果这个如果采取这个这个 不封城完全放开的话 美国大概会有60%的人会被感染 现在我们假定如果所有的感染人数都算进去的话 他这个这个case fatality rate可能是在1%左右 因为现在很多大多数人他是无症状感染人群 根据这个数字呢他就会估计出来 大概这个完全放开导致的这个死亡人数 如果按照这个美国人的那个Value of Statistics来算的话 接近就是会损失6万6万亿美元的这个损失 如果是全部放开这个 那那现在我们没有全部发现我们采取在美国采取的封城措施的话 到目前为止已经是导致了至少7万亿美元的一个损失 那7万亿美元的损失 实际上就是中间就有1万亿美元的一个空间 留给我们的政策制定者 包括我们做这个统计做经济学分析 来寻求一个根据针对性的一个target strategy 也就是说我们不可能完全放开 但是我们也怀疑在目前这种情况进行的这个这个非常严格的管制措施 中间有1万亿美元的一个space 供我们决策者和学者们去探讨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1万亿也是不小的数字 那回到你们这个研究 你7点80万的如果这个全部跌代以后的结果 那么以这个东西放到全国 那我们就要去评估你这个结果 如果我们按照中国人的人均的 比如说这个value of statistics life 大概是在40万美元左右 美国人是在美国人是大概是在1000万美元左右 那中国人在40万到50万美元左右 其中还是大部分是老人的话 我们基本上就可以通过value of statistics life 得出来我们这个我们这个这么严格的封城 你减少了7.8万是扩大全国是多少万人的话 乘上去大概就知道我们的损失 我们的损失多少 如果我们不封城呢 那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损失 这样子才能够给国家给我们这个社会提供一个 更具有参考意义和价值的这么一个反事实的这么一个依据 我觉得如果你们这个研究继续往这个方向去推的话 会更具有价值 不要停留在目前这个程度 当然你们时间可能有限 可能这个是个阶段性的结果 我觉得这个后面这部分研究是必须要补上的 如果能够把后面这个研究补上去 我觉得这个价值还是高 根据我目前看的数字 似乎这个封城 我主观猜我没去做过一个计算 我们即使按照那个40万人 一个value of statistics life 平均是40万人 40万美元左右 我如果对老人我打个折的话 因为老人剩下life year并不多的话 那其实这个7.84万人的这个saving 似乎并不是很大 那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考虑前面中国经济第一个季度 基本上下降了5%到6% 那这个损失就太大了 这还是用的2月份最最严重的时候 因为我们这个疫情的变化 不是个线性的是吧 它是个非线性的 你看随着时间推移 它在逐渐中的降低 无论是规模还是严重程度都在降低 因此我们以下面这个model 如果能够把这些因素 和非线性的这个情况考虑进去 会为我们这个决策机构 中央这个国务院 提供未来这个下半年 这个宏观的这个调控政策 甚至到明年的这个政策 都会起到非常有参考价值的 这么一个作用 大概我的这个建议 就供你们参考吧 好吧 OK 谢谢刘国恩教授的点评 那么下面呢 鉴于时间关系 咱们就进入下一个报告